说海洋生物里面有很多异类长得非常奇特 它们那个长相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怎么看都不像是地球生物 就跟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一样 所以今天这期 咱就来盘点一下海洋里面 可以作为外星生物原型 出演科幻电影的始终动物 有句话叫一金落万物生 大家都听过 说一头死掉的鲸鱼沉到海底 就跟摆了桌满汉全席一样 会引来一大棒子时刻 那么在这当中 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 它看起来像是个塑料容器 上面还有很多管子 要不是在海床上走来走去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活物就这么奇特 那么这些家伙叫海猪 之前咱做过一些 属于吉皮动物们海参缸的 算是种海参 所以它跟猪什么关系呢 一个是身形圆滚滚的 颜色粉嘟嘟的 跟猪有点像 另外它们的饮食习惯 也很像猪 猪大家都知道 喜欢拱地招吃的 那么这位海猪也一样 它们也是拱地 拱海床招吃的 用头上那些管子 把泥沙塞进肚子里 过滤里面的有机物 靠这个生活 所以有个深海吸尘器的外号 另外海猪除了给海底 做保洁之外 还有个职业 就是当保姆 照顾谁呢 照顾帝王蟹 据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 说96%的优念帝王蟹 都会拔在海猪肚子上 把自己隐蔽起来 研究人员观察到的 2600只海猪当中 竟然有四分之一 都携带了小帝王蟹 被小帝王蟹当成御用房车了 就很离谱 然后说海猪的身体结构 非常简单 就一个皮囊里面冲了水而已 最主要的器官就是跟肠子 而且身上也没什么肌肉 走路白腿什么的 全靠液压 给那些管子里一冲水 一放水就能动起来了 跟个机械装置一样 所以海猪不论是长相 还是动作 都让人感觉很科幻 很适合在科幻片里 演个比较可爱的 人畜无害的外星生物 那么接下来这位 可就一点都不可爱了 伯比特如虫 咱之前也讲过 他属于缓解动物们的多毛刚 说多毛刚的动物 走了两个极端 有特漂亮的 也有特邪恶的 漂亮的有谁呢 你比如有种叫圣诞树蠢 伞状的五颜六色的 跟一些彩色的圣诞树一样 那么这些小伞 只是它们头上的触须 过滤浮游生物用的 真正的本体 还是条蠢的样子 藏在下面的洞里 一旦感觉到危险 它们就嗖的一声缩回去 速度非常快 这些家伙 就是多毛刚最好看的蠢 叫悬腮虫 那么伯比特蠢 刚好是另外一个极端 它们是多毛刚最恐怖的蠢 说它们平时也藏在洞里 只露一点点出来 不过就不是漂亮的小伞了 而是五根邪恶的触须 还有一对大獠牙 跟个捕兽甲一样 有不明真相的鱼 从上面经过的时候 它就突然窜出来 用獠牙把鱼给夹住 然后拼命往洞里拖 有些鱼其实个头也不小 甚至就连鼓成个球的河豚 它们也能硬生生的给拖进去 看起来非常恐怖 完全就是科幻片里那种外星怪物的感觉 是吧 特别震撼 那么这伯比特蠢虫藏在洞里 深藏不漏的 它到底有多大呢 通常来说 它能长到一米到三米长 长度方面 那确实是相当惊人了 不过你要说粗细的话 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点都不大 目前记录最大的一条 长度大约是三米 但最粗的地方 宽度也就25毫米而已 像跟麻绳一样 重量还不到一斤 甚至有些钓鱼爱好者 还专门去抓博比特蠢虫 当钓尔用 就跟咱钓鱼抓蚯蚓一样 所以这么看 它们好像也没那么恐怖 是吧 并不是那种深海怪物的感觉 不过要把它放大十几倍 几十倍的话 演个外星怪物就没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这位 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动物 这家伙身上看起来黏糊糊的 软塌塌的 像一坨烂泥一样 感觉跟哪种动物都不太像 那么实际上 它是一种鱼 俗称叫水滴鱼 生物学里叫隐极杜富鱼 来自浮起鱼缸的卢形木 平常生活在深海里面 一般是600米到1200米深 然后它们的身体 主要是凝胶状的组织 骨头很软 也没什么肌肉 就算偶尔被拖网打捞上来 也立马就会瘫掉 就跟水母一样 样子整个就变了 也就是说 它们那些看起来很丑的照片 其实很有舞蹈性 人家在深海里面可不长这样 从深海探测器拍到的画面来看 水滴鱼其实长得还是可以的 虽然也没多好看 但也没那么丑 至少一看就是条鱼 脑袋大尾巴细 刚好就是个水滴型 很符合水滴鱼这个名字 那么说到水滴鱼的生活方式 基本就是个躺平的状态 它们整体的密度跟海水差不多 不用费劲去游泳 有些个倒霉的小鱼小虾到嘴边 就张嘴吃上两口 没有就算了 反正不怎么消耗能量 基本也不会饿 是这么个思路 这也是深海里常见的生存色略 说福奇鱼钢的安康木 是个专门出奇葩的类目 这个之前也说过 比如最常见的安康鱼 俗称叫琵琶鱼 可能好多朋友都吃过 这些家伙 没事就趴在海底 跟海床融为一体 弄根钓竿晃来晃去 专骗路过的小鱼 当然这时候你看不出来 等它们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惊悚了 琵琶鱼会突然张开大嘴 把小鱼吞进去 那嘴张的 可以说整个脑袋 就是一张嘴 其大无比 而且里面还长满了尖牙 非常非常恐怖 它要演外型怪物 比刚才的伯比特如虫 可又厉害多了 然后另外一类安康鱼 叫碧鱼 这类鱼生活在珊瑚礁海域 也特别擅长伪装 不过它们不是藏在海床里 而是伪装成珊瑚 岩石 海绵之类的 然后跟琵琶鱼一样 也是头上弄个钓杆 蹲在海底钓鱼 等小鱼们被吸引过来 突然一口吞掉 那么碧鱼的特点 是爬着走路 鱼鳍变得跟腿一样 不游泳了 改成了在海底爬行 这也是避于这个名字的来历 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安康鱼 叫蝙蝠鱼 这些鱼的标志 是它们的后嘴唇 好家伙有些跟抹了口红一样 搞了个烈焰红唇 特别有个性 所以它们要演外型生物 适合演个比较滑稽的角色 然后最后一类安康鱼 就是深海里的角安康 或者叫灯笼鱼 这些鱼长得非常非常恐怖 轻面獠牙的 因为生活在深海里 所以它们头上的吊杆 是会发光的 跟打着个灯笼一样 这才叫灯笼鱼 那么角安康 虽然看起来非常凶猛 但实际上 它们是个特别慵懒的家伙 特别不爱动态 演外型生物的话 适合演个比较憨的角色 说如果科幻片里需要一种外星生物 是吸血鬼设定的 那一定得找七塞曼 这个你看它们的嘴就知道了 说七塞曼的嘴就跟个吸盘一样 上面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尖牙 多的能有150颗左右 看着都渗得好 演个外星怪物都不用化妆那种 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说七塞曼的猎物是谁呢 是各种各样的鱼 尤其是大鱼 它们先一口咬在大鱼身上 把自己固定住 然后用那些尖牙 拼命刮咬鱼皮和鱼肉 就跟把搓刀一样 硬生生给搓出个伤口来 通过这个伤口 就可以吸到大鱼的血了 是这么回事 那么说七塞曼一旦选定了宿主 就倾向于一直寄生在上面 基本就不换了 所以通常它们吸血呢 也特别讲究分寸 吸的太狠 把宿主给吸死了 那不行 它们是一种长期寄生的关系 不过有时候啊 也不一定 比如一百年前 北美的五大湖 就突然被海七塞曼入侵了 你想湖里的鱼 它们也不熟了是吧 吸起来就不好掌握分寸 害死了不少本地鱼 成了泛滥成灾的入侵物种 让五大湖的渔民们好一顿头疼 看见它们就烦 不过与此同时呢 你再看欧洲 欧洲人就不烦七塞曼 因为在那边 它们还是种传统美食 都给吃宾威了 英国啊 法国啊 葡萄牙 好多地方都喜欢吃七塞曼 据说英王亨利一世 就是吃七塞曼称此的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如果让七塞曼演外形生物啊 给它加上个美食属性 可能也不错 说科幻片里的外形生物啊 经常有个设定 就是年夜 从这个特征来说呢 就得把七塞曼的老大哥请出来了 也就是盲曼 比如之前17年的时候 有辆运盲曼的货车出了交通事故 好家伙到处都是年夜 好多人都以为是外形生物入侵了 就这么夸张 所以说哪来这么多年夜呢 哎 这就是盲曼的特长了 说一条60克的盲曼啊 竟然能产生24公斤年夜 足足有它体重的400倍 听起来不可思议啊 是吧 但确实是真的 说盲曼啊 有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它们体内并不储存粘液 只储存一些粘蛋白和粘液丝 制造粘液的关键原料 等需要粘液的时候呢 就把它们释放到水里 这些物质一遇到水啊 就会瞬间膨胀一万倍 把周围的水全都变成粘液 是这么回事 然后说盲曼搞这么多粘液 干嘛用呢 哎 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防御 因为盲曼的生存模式啊 是以石斧为主 比如刚才提到的经络 就一定少不了盲曼 它闷头干饭的时候啊 身体往往还露在外面 免不了会被人偷袭 那么有了粘液这招呢 就不用担心了 比如有鲨鱼咬在它身上 它就会瞬间释放出粘液 把鲨鱼的嘴给糊上 这时候鲨鱼只能赶紧松开嘴 因为这些粘液啊 甚至有可能会要了它的命 万一糊在塞上 它就有可能窒息而死 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盲曼啊 就靠这个来防御 效果非常好 当然了 作为七塞曼的老大哥呢 也得考虑个能不能吃的事 那么世界上吃盲曼的人啊 其实并不多 主要是韩国人 所以如果剧情是外星生物 入侵韩国的话 可以考虑把美食属性给它加上 既然说像外星生物啊 那一定不能忘了铜眼鱼 为什么呢 因为它长得就跟馊飞船似的 脑袋竟然是个透明罩子 里面有什么全都看得见 实在是够另类的 然后说这铜眼鱼啊 一直以来最大的谜团 就是它的眼睛 你可能以为嘴上面是眼睛啊 其实不是 嘴上面那俩相当于是鼻孔 嗅觉奇怪 所以眼睛在哪呢 哎 赵子里那俩绿色的半圆球才是眼睛 或者说是眼睛的透镜 这俩透镜下面啊 是它的眼睛 形状跟水桶似的 所以叫铜眼鱼 那么说这俩水桶眼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铜眼鱼啊 生活在深海里面 以前只见过肩不上来的 死掉的铜眼鱼 然后研究人员发现啊 它的眼睛一直朝向头顶上 往上看 看不到前面 所以就好奇说 它看不到嘴前面有什么 怎么吃东西呢 有这么个疑惑 那么这个疑惑啊 直到2008年才被弄明白了 说2008年的时候啊 蒙特利湾水族馆的深海探测器 终于第一次遇到了活的铜眼鱼 可以观察它们的行为了 说大多数时间呢 铜眼鱼那俩大眼啊 确实是朝上面的 借着点背景量 更容易看到猎物轮廓 然后等发现猎物之后呢 铜眼鱼就会竖起来往上游 这时候它的眼啊 会转动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其实人家是能往前看的 所以不存在吃饭看不见的问题 是这么回事 那么说铜眼鱼吃什么呢 你看它那张嘴就知道了 就这么个樱桃小口啊 跟翻车鱼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吧 没错 它们跟翻车鱼一样 也是以吸溜水母为主 所以嘴不需要长得很大 而且这么一来呢 就能解释它为什么有个透明罩子了 你想啊 要没这罩子的话 眼睛被水母给遮了 那可就完蛋了 说2018年的时候啊 一个深海探测器的画面里啊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 它看起来像个黑色的气球 拖着条细长的尾巴 就那么悬浮在水里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 在场的科学家们也懵了 有说像个不偶的 有说是冲雪膨胀的 有说是吃多了的 反正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啊 这个球竟然开始动了 像个口袋一样开始扭曲 开始变形 而且上面突然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它就无比丝滑的 把口袋给叠了起来 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最后大摇大摆的游走了 让科学家们是好一顿惊呼 而且直到它变形之后啊 才有一位科学家说出了它的名字 叫郭婆伊耀 吞曼 那么能让科学家们 都这么大惊小怪的家伙 那肯定不是泛泛之鬼啊 是吧 说这吞曼啊 一般生活在500米到3000米的深度 因为它这个嘴跟蹄虎有点像啊 所以也管它叫蹄虎曼 像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鱼虾 鱿鱿 浮游生物之类的 它们都可以吞 这是它的优势 然后如果感觉到危险呢 它也有可能鼓起来吓唬对方 就像是河豚那样 还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我感觉以Tari原型啊 设计个变形怪的话 效果应该不错 那么说到大王巨族虫啊 老观众肯定都熟悉 两年之前 二二年五月份 专门做过一期 非常全面的给介绍了一下 然后那期节目呢 到了一年之后 也就是二三年五月份 突然莫名其妙的 又热起来了 好多观众都来看大王巨族虫 据说是有人把它放拉面上了 听着都新鲜 说这大王巨族虫啊 来自节肢动物们 阮甲钢的等族木 跟你院子里的西瓜虫是一家的 而且它俩长得也确实很像 不过深海里的生物呢 好多都有深海巨人症 所以大王巨族虫的体型 比西瓜虫可大多了 最大的能长到半米长 那么它们在海底吃什么呢 诶 绝大多数情况 它们以食腐为主 主要清理落到海底的 各种大动物的尸体 什么经络啊 沙雕啊之类的 跟刚才提到的海猪 盲曼它们是一个团队的 当然了 以大王巨族虫的实力呢 它们也不一定非要食腐 比如曾经就有人拍到过 它和鲨鱼干架的画面 好家伙直接抱在鲨鱼脸上啃 任凭鲨鱼怎么挣扎 就是不从口 最后愣是没有尸体 制造尸体 也把肚子填饱了 就这么彪悍 所以演外星生物 让它们演个凶猛型的外星生物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呢 如果剧情发生在日本 它们就可能不是凶猛型了 演个宠物型的外星生物 也不是没可能 是吧 好了 最后啊 该说我觉得最像外星生物的动物了 它就是蓝龙 生物学里叫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来自软体动物们 富足缸的裸塞木 去年海兔那期提到过 说这蓝龙的造型啊 可以说那是相当科幻 甚至有点像精心设计出来的 我感觉给它放大一下啊 然后直接扔科幻电影里 演个会飞的外星生物 完全都不会有违和感 当然了 作为地球上现实当中的生物呢 蓝龙可不是在天上飞的 它是在海面上飘着的 那几堆像是翅膀的羽毛 也有点像手指头的部位 相当于它的腮 是呼吸器官 而且啊 你要对照裸塞木的身体结构呢 其实蓝龙它是上下颠倒的 肚子朝上 像是在洋涌 这也挺有意思 那么说蓝龙虽然外表很霸气啊 但实际上呢 生活方式倒是非常简单 它们过的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 就那么躺在水面上 随便被海风啊 洋流啊 带着到处走 至于吃什么呢 哎 它们有种特别有缘分的猎物 就是僧帽水母 也叫葡萄牙战剑 这也是个随波逐流的家伙 它俩就跟水面上的浮瓶一样啊 飘着飘着就相逢了 这才叫萍水相逢啊 是吧 这蓝龙最爱吃的就是僧帽水母 而且来说 蓝龙吃掉水母之后呢 还会把它的次细胞给储存起来 作为自己的武器 所以它们也是会遮人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海滩上遇到的话 千万别用手摸它 好了 十种奇葩的动物都说完了 大家觉得哪一种最像外星生物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或者你想到了其他候选的话 也说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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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